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轰鸣声是来自于我们岩石后方的永宁号 那现在永宁号是正在持续不断地向我们这一侧在绝境 我们先给大家听一下在山的这一侧永宁号向前绝境的声音 我们也一起在这边持续期待着贯通 中铁工业永宁号是我国第一台会爬陡坡的全断面硬岩隧道绝境机 也被誉为钢铁穿山甲 直径7.23米 总长122米 重达1550吨 常见的绝境机挖掘隧道时只能在水平方向直来直往 对于千吨重一万多个零部件构成的绝境机 坡度每上升一度 从施工安全性到零部件设计都是极大考验 这一次永宁号打破常规向上绝技 实现着一项全球首创 永宁号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斜景登陆地 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领域也是首次应用 永宁号挖掘的饮水斜景 是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重要一步 抽水蓄能电站在电力负荷低谷时 利用电能抽水至上水库 在电力负荷高峰期在放水至下水库发电 这条一号饮水斜景总长927米 垂直落差超过550米 最常用的就是返景转机的这种技术 它有个限制 就是国内目前的技术它只能达到400米 不用这种绝境机你是施工不了这么长 直径超7米 坡度超36度 要在山体中通过机械化设备挖掘这样大的隧道 国内国外都没有成功先例 联想到这个爬山湖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加了前后的这两个四组八条腿 大概有16个脚 看现在的这个它在往前动 千吨中的永明号往山上绝近时 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施工安全 防止坠落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墙面上有一个巨大的称呼 这就是顿高机 这个防流车系统是经过了一个月的极限试验 才应用到了永明号上 看这边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机坑啊 就是当时我们永明号这个研究之初 在这边做的一个厂内的一个实验 这个机坑直径7米 深20米 光改造就花费了上百万元 为的就是模拟永明号在极限条件下的运行情况 中间看到的这个设备呢 就是我们当时在当时实验的这样一套系统 把这个称靴撑进了以后 这个撑进力 它就能克服这个 这个自中往下掉的这个力 两边这是铁板是吗 对 它会更滑 但是在这种更滑的体验下 它依然能把它给撑住不动 就相当于我们的安全系统又提高了很多 我们看到洞壁上这些红色的印记 红色的就是当时 这个称靴撑在上面留的印子 实验完了以后 测试这个系统是可靠的 永宁耗绝禁时 产生的扎实会沿斜坡加速滚落 稍有补审就会造成碎石飞减 风险极大 为此 工程师们专门设计了一条溜渣槽 再由卡车运出碎动 我们上面安装的有喷水系统 通过这个喷水头进行喷水 过程中会将碎石然后粉尘充在溜达槽内 留着隧道底部 为了让顿垢机安全爬上山顶 50多名专家近40次协调会 历经40个月的研究 设计 试验 2082年8月 首台国产会爬斗坡的动作机 成功下线 洛宁县 古城永宁 这台绝禁机 就被命名为永宁号 予以永宝安宁 最快呢 我们绝境是一天是绝了16米 在遇到不良地址的时候呢 一天也能够绝境2米 这个较传统的这个钻帽法 这个还是要快很多 可能是它的8倍 各班族注意 各班族注意 开始推进 开始推进 收到收到 永宁号顺利完成一号协颈绝禁任务 填补了我国协颈施工建设领域的技术控制 这次我们试点采用了国内首台 大直径 大青角 TBM 永宁号施工 开创了国内机械化 前段面开发鞋颈的新模式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成功的尝试 用机械法来取代人工的这种鞋颈施工 也是让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速度和效率大大的提升 很快 永宁号和两千多名建设者 会踏上新的征途 开挖二号银水协颈 今天 怀揣着自信与从容 中国的工程师们 将原本只能水平前进的炖狗机 创新到了能上能下能拐弯作业 全球每十台炖狗机中 就有七台来自中国 这边这台呢 是用到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台 顿购机 现在它刚刚组装调试完成 即将拆机 这边这台呢 是马上用在新加坡的一台 跨岛地铁的顿购机 像永宁号这样的这个 创新意识的顿购机呢 我们在不断地这个研发 不断地会有带有新技术的顿购机 在这个工厂下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